好咱们来去看一眼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咱们就直接建立在咱们上一节课 最后那个小案例的基础之上去行操作 那咱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操作呢 我要去改一下咱们上一节课 所说的作者图书的这么一个案例 把里面对于数据库的这些操作呢 全部都交给那个脚本 由交由这个脚本帮助我们来进行完成 所以呢此时呢 咱们就得按照刚才咱们所说的步骤 去给他添加上这些对应的工具 首先呢咱们去引入一个 我们首先直接去引入一个对应的 flux名的这个脚本script当中 去导入那个manager 这是关于脚本的一个管理员 然后除了导入它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从这个flux对应的 这个migrate当中 直接进行导入一个真正的 一个迁移者migrate 还要去导入一个对应的命令 migrate command 把这两个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什么时候呢 当这个地方的话 相当于app已经创建好了 并且呢 已经把配置信息也读进来 把这配置信息也读进来之后呢 在这里面呢 相当于去创建了一个db的工具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 再往下去补充了 咱们现在先去写一个 第一个 相当于要去创建 创建这个flux脚本管理工具对象 这个对象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咱们可以创建一个manager 他是谁呢 是导入进来的那个manager 那个类 是他的一个对象 在创建他对象的时候呢 需要把它跟app绑定到一起 这个manager专门是用来管理当前的整个app应用的 好了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做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去做第二步操作 第二步操作呢 相当于去创建一个真正的一个迁移管理工具 创建数据库 迁移工具对象 那我们再去创建的话 这里面呢 可以不用我们再进去接收了 我们直接去指名这个migrate 然后呢 去指名的时候呢 先把app传进去 也要把我们所写的这个db属性也传过来 那他会再去维护的时候呢 当前这个对象呢 就会塞到app当中 而且跟db关联到一起 接着第二步 我们再来看第三步 第三步的话 所对应的操作呢 就是直接给manager当中添加对应的命令 向这个manager对象中 添加数据库的操作指令 操作命令 那这个数据库的命令的话 咱们怎么添加呢 通过这个manager.有一个add command 然后呢通过这样方式来签接拉 第一个对应的是 我添加进去之后 给这条命令起的名字叫什么 那我们通常情况下 给起名字呢都叫做db 关于设设计库的东西 关于实际库的东西 然后呢再去指明你这个命令的话 对应的具体是哪个命令 就是migrate command 是我们导入进来的这个命令 好把这一步也写上去之后呢 那接下来的话 剩下的部分呢通通的不要去改了 而且再来改哪呢 再去改的就是说 我在启动的时候 不再直接去启动 APP.run 而是说直接通过manager来启动 manager.run 通过manager对象 启动程序 好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我们把它按照这样方式启动之后呢 回过头来 咱们来去看一下 我在中端当中呢去进行使用 那咱们在中端当中去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直接就是python 对应的刚才的这个文件是author author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我开始要去执行数据库的命令了 所以呢先加上前缀db 这个db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在i的command的时候呢 所去指明的这个东西 我在这里面指明db 那在这里面的就是指明db 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第一步应该是说 先给它进行一下初始化的操作 所以呢db的第一条指令 就是init的操作 让它初始化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我执行完初始化之后呢 回过头来 我看我们的目标当中 我去点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多出来一个新的文件夹的 叫做migrations吧 这个在张网当中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呀 我每次的操作的话 你所做的那些个工具呢 通通的全都在维护 在这个migrations里面去做了 所以呢我们说指明的第一步操作 init 专门让它帮助我们生成 这么一个文件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去执行哪个命令呢 再来去执行的话 就是Python 还是刚才的咱们这个文件 author 直接打开 导作起的文件 然后再去加这个前缀 db 我要执行的数据库 然后呢 我执行的是哪个东西呢 是migrate 你要注意这个migrate 这个命令跟张网里面的可不一样 张网里面的migrate 相当于是已经生成了签移文件之后 直接往数据库里面去写了吧 那这个migrate对应的 像它等价于张网里面的那个migrations 这个跟张网里面那个migrations 它是等价的 所以呢 你要清楚的知道这样的问题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个migrate呢 相当于要去生成的签移文件了 我们去执行一下 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给我们提出一个信息 相当于代表是说 在当前的数据库的这种结构里面呢 没有任何改变 发现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两张表 之前上的课 是不是已经写到数据库里面去做了 所以还没有任何最新的更改呢 它发现就相当于没有进行更改 那我们现在怎么去做呢 我们比如说给它添加上 一个新的字段 给它添加上一个新的字段 比如说给这个 就给这个作者吧 给这个作者当中呢 我们添加一个 比如说就叫做email的字段 db. 然后呢column 这是最终对应到数据库里面操作了 所以呢 就column 然后对应的db 比如说它是什么类型的呢 它是赚类型 然后去写64 那后面的话 比如说不再去写相对应的修饰了 因为有这个email的话 可能还有其他修饰呢 我们再不去写了 相当于有了一个字段 有了一个字段之后呢 我回过出来再次去执行 这样的db.migrate的时候呢 敲下回车 敲下回车之后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告诉我 生成了某一种迁移的文件呀 它在哪呢 回过出来 回到目录里面的这个 你去点一下这个versions 代表的版本号 刚才我们刚刚所去执行的东西呢 就已经在这个版本里面 它所定义的维护起来了 是这么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这是关于这点 那这点也有了之后的话 实际上还只是生成了 刚才所定义的迁移文件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让它 真正的在数据库里面生效的话 那怎么去做呢 咱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直接回过来再去执行命令 叫做升级upgrade 要去执行这样的命令 upgrade的命令 这样一升级的话 相当于是把当前刚才所对应的这个版本 升回来 这时候来看一下 是不是刚才写了 这是running upgrade 执行了一下升级操作 然后呢 已经到达了刚才我所宣明的 这样一种状态 也就意味着说 数据库当中呢 这个email字段已经维护进去了 所以我们回过出来 来看一眼对应的 数据库里面的东西 咱们对应的应该是 use这个aothor 然后呢 authorbook02 我们使用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 咱们desc 咱们首先先来看一下show tables 看一下show tables 我一旦去安装完这样的一个 扩展程序之后呢 在进行upgrade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的在数据库里面 又多了一个新的表 这个新的表呢 就是关于说你当前的数据库里面 是处于的是哪一个状态 它跟刚才这个migresence versions里面到底哪一种状态 是对应上来的 就相当于是一种迁移的历史记录的关系了 然后呢 回过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给作者添加了一个新的字段 咱们可以desc tbl authors 我们添加这个email 是不是已经写过来了呀 对吧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呢 我们再来带大家去稍微的去创一下 怎么去做呢 第一条命令呢 是直接要demit一下 把那个文件夹创建出来 然后呢 第二步的话 要去执行migrate操作 执行migrate操作的时候呢 它会去检测一下 有没有修改 有修改的话 会创建出来一个对应的迁移文件 然后呢 再往后走的话 就执行的就是这个upgrade操作 把迁移文件里面所迁移的那种东西 这种变化 在数据库当中进行同步 让数据库进行生效 所以这是这三个步骤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一点呢 在课件当中 我们再去写的时候呢 这个migrate 后面是不是还加了一个-m 还有指名的一个参数啊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说 你刚才在进行这个migrate操作的时候 我刚才在这里面进行这个migrate操作的时候呢 你不是相当于会把数据库模型类里面对应的变化 产生一个迁移文件吗 那这个迁移文件就对应着某一个状态 某一个版本了 我完全可以在这一次变化的时候呢 给这次更改做一下备注信息 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话 你对于migrate这次更改 想要做什么备注信息呢 加上一个-m 后面去指名字符串 字符串当中 你想去写什么东西 就去写什么东西 那这种-m的话 大家应该之前也应用到过吧 在哪里面去用到过 在这种get的时候去写用到过吧 get commit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加一个-m的方式 去代表一下标记一下 这也是相同的道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咱们再添加一个字段 比如说添加一个mobile 然后等于db.column 然后再db.stream 比如说它也是字符串类型 给它添加过来之后呢 我这时候呢 再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我给它加上一个标记-m 我去指明这次修改我做什么工作呢 我添加了一个mobile的这么一个字段 所以我给它添加这种东西 然后咱们再敲一下回车 看一下它又生成了一个对应的文件版本 所以看一下又有一个新的版本了 那我回过出来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去执行对应的upgrade操作了 upgrade操作 进行一下升级 升级之后呢 就相当于把从之前的那种状态呢 升级到最新的状态 数据库里面对应的字段也就有了 咱们再来DSC看一下 刚才的mobile字段直接醒过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然后呢 这点操作说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点 看一点什么样对应的关系呢 我们还可能会用到一种什么东西 还会用到的 就是我想去看一下 我之前都做过了哪些的历史操作 因为很有可能是说 我一旦做完这种迁移操作之后 我会后悔了 刚才所做的修改呢 我发现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撤回去的话 那这时候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做的方式呢 首先就得去查询一下 你做过哪些更改 这种方式呢 就直接还是python 然后呢 再去刚才我们所对应的这个启动文件 author 然后再加上db 里面有一个history stry 查看一下对应的历史记录 你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我一查看历史记录的时候呢 它就给我去指明了 一开始的初始状态 我们领域的时候呢 它是处于这种base状态 从base状态之后呢 我给它添加了一个最新的字段 叫做email 所以呢 它给我们记录一下 从base到email的时候呢 是到这种状态了 但是你看一下 后面写的一个empty message 代表是说 我在进行这次migrate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给它添加了 -m的那种操作呀 所以这是给你留了一个空的历史 然后紧接下来 我又给它添加了一个mobile字段 在添加mobile这个字段的时候呢 它相当于版本号 从它到变到了这个地方 变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在进行migrate的时候呢 加了一个-m 声明了一下 这次做了哪些信息 所以呢 你看一下 我所对的-m 是不是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查出来了 就是关于这些的一点 然后我现在说了 对于刚才这种操作呢 我想回退 我想给它撤一下 不想把刚才的mobile 给它添加进来的话 那这手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做的方式 还是python author这样的东西 再加上db的命令 后面我想进行 把添加进行回退的话 使用的相当于是反的降级 downgrade downgrade进行降级 那进行降级的话 我得去指明 你到底要把它降到 哪一个状态上面去 所以呢 比如说我就给它 把刚才的mobile呢 给它回退一下 我降到这个mobile 添加mobile之前 比如添加的email之后 那所对的状态码呢 就相当于是 这次修改的初始状态码 所以呢 就把这个状态码 所对的编号拿过来 放到这里面来 作为downgrade 在进行回退的时候 回退的一个基准 到底回退到哪种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downgrade 再去执行的话 他告诉我了 执行了一下 这种降级操作 从刚才最新的这种状态呢 回到了刚才去添加 仅仅添加email 但是还没有添加mobile状态 之前的那种状态上面去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对应的数据库里面的这种东西 看一下数据库里面的操作 dsc 你再来看一下 mobile understat 是不是就被撤掉去了 就只剩下email了 所以呢 通过这个东西 扩展的话 我们再维护数据库的时候呢 维护起来就比较多了 不需要我们自己 再去学db的那种指令 来进行维护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 几点操作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migrate的话 需要知道的呢 就是说 第一个 init命令 第二个 这个migrate 第三个呢 就是upgrade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用history 来去查看一下 进行变更的整个历史 还有最后一个downgrade 根据历史呢 可以决定回退的状态 és apert 也许